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舞者仿佛把大型的新女棒拿在手中甩动 令人目瞬神迷 除了单纯的活舞表演 更结合了非洲谷的演出 让表演更加多元 主办单位表示 这是台湾首度将所有活舞团体 集合在一起做一个大型的演出 其实我父母亲就在里面冷教 所以说我对齐中学校 我是在齐中学校从小长大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会希望说把这样的艺文活动 带到齐中学校来 活舞这种视觉艺术 不需要言语 就可以传达到每位观众的心里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看得如痴如醉 很精彩 因为活不简单控制 好刺激 太刺激了 好好看 感觉很帅 表演者甩动活把 太精彩了 首度将活舞呈现在 听障朋友面前 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而他们更希望 能够有机会登上明年 台北听奥的舞台 用活舞的生命力 为听障选手加油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 台北报导 活舞表演又酷又炫 马上就能够吸引人的目光 不过这可要经过长期的练习 其实活舞算是特技的一种 初期练习的时候是拿道具 而等到技术成熟之后 才能够拿实际的活把来练习 相当的不容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而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动手来学一学 练习的手语 应该要怎么比呢 手握在胸前 动一动就是练习了 我们再次练习 这样您学会了吗 那路上最练习了 我期待 上 they could